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缘分快到尽头 普遍会有三个迹象 友情 爱情 亲情 等等感情 一旦缘分尽了 会在冥冥之中有什么感觉呢 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呢 一般来说 缘分到了尽头 都会感觉到对方的一切关我屁事 还会觉得对方的喜怒哀乐与我无关等等 也就是说 一旦缘分灭了 温柔是不可能的 耐心是早就耗完了的 心疼更加不可能 甚至还有了逆转 比如恨心 绝情 冷淡 拒绝等等 感情到了最后 只剩下现实里的较量 这无疑是很残忍的事情 曾有一个朋友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他的家境比较好一些 但是男方嘛 可能略被窘迫一些 或者说一无所有 除了一张好皮囊 真的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可是 女孩子眼里的爱情就是这样子 爱上了 就算天王老子阻拦着 也不好使 他会疯狂 还会执着和奋不顾身 最后在他的坚持下 他嫁给了那个男人 当然了 前提是没有财力 没有车房 也不能算是没有房子和车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女方带过去的嫁妆 可是过起日子来 这一切都变得味儿 车子最后变成了男方的 说是女孩不会开车 房子也变成了男方的 说是都成夫妻了 还分得那么清楚干啥 后来 经历了一些事情后 女孩发现男人并不爱自己 或者说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各区所区 他想要爱情 而他 只想要生活上的安稳 最后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但是他却落空了 再后来 女孩坚决分开 男人也没有挽留 但是要求女孩把车子留下 房子可以还给他 有一次 女孩回去取东西 男人刻意把车子藏了起来 似乎很怕女孩把车子要回去 其实 车子在女孩眼中真的不重要 他更看重男人的心意和态度 可是如今看来 一切都是幻想而已 他想得太梦幻了 也太天真了 好在梦醒了 及时打住 余生的幸福还来得及 相处中 缘分尽乐 难逃三个迹象 一 没有快乐 在一起就是折磨 缘分尽乐的时候 相处在一起就是一种痛苦 看见对方在自己眼前走来走去 就是一种反感和折磨 看见对方讨好和呵护 就是一种厌恶和多余 就算对方什么都不做 既不打扰 也不刮躁 只是安静陪着 你也会觉得呼吸妨碍了你的氧气清晰 也就是说 不爱了的时候 连呼吸都是错的 感情最基本的感觉 应该是快乐 幸福与否各自有体会 但是快乐是最起码的 两人在一起 一点快乐也没有 其实就是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想起对方就会开心 见到对方就会笑 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听到对方的名字就会反感 这就是最明显的差别 缘分尽乐的时候 在一起只会感觉到窒息和压抑 恨不得尽快逃离和疏远 总觉得离得太近就是一种负担 二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不是冷暴力 但比冷暴力还要冷淡和安静 就是不跟你说话 跟谁说也不跟你说 这样的相处 无疑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疏离 好的感情 应该是吵架在热烈 矛盾在尖锐 一旦过去了 也就没事了 该和好就和好 该在一起陪伴 还在一起陪着 但是感情一旦坏掉了 它就会变得异常安静 能够跟任何人谈天说地 唯独对你比口不谈 这种偏爱 你受得起吗 或者说 这种偏恨 你能接得住吗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谁都不理谁 终归是一种慢刀子拉肉 很伤人 属于无声无息中的吐露和洗礼 人在感情里 最本能的事情就是倾诉和分享 一旦把这点东西收起来 无疑就是对感情的切断和放弃 任何一方的阻断都是缘分的终止符 感情里 沉默仍旧是紧 因为它会随着人们的呼吸进入身体里 然后一下子解决掉了心动 再然后 也就没有了感情的脉搏 三 只谈现实 不谈感情 缘分就是感情 缘分就是爱惜 缘分就是珍惜和宠爱 一旦两人的相处中 只剩下现实的分割和讨论 这还是感情吗 这岂不是简单的物质置换吗 不能落实于烟火气息的感情 都是不太好的感情 但是只设计现实的多寡和好坏 却丝毫不顾及对方的安好 这样的感情 大抵都不会太好 缘分中 自然应该谈感情多一点才可以 若只剩下了现实力的较量 这又跟交易有什么区别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越动情 就会越委屈 你越深爱 就会越受伤 感情近了 缘分没了 就会回归人性的弱点 将现实的得失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其实像故事中的主人公 类似的经历并不少见 还有一些恋人 到了最后会怎样呢 他们竟然可以对付公堂 不仅现实 而且开启了互相伤害的 利益争夺战 一段缘分 一旦到了这样的程度 基本就没有可留恋的余地了 再好的因缘 一旦撕破裂 走上瓜分利益的路途 基本算是远近情断了 感情一开始都是很好的 只是后来才变坏的 遇到再无可能的 或者说是坏到骨子里的感情 究竟该何去何从 难道是打掉牙齿 往肚子里咽吗 难道是忍着委屈和难过 继续陪伴吗 只能这样说 人生苦短 别总委屈自己 你那么委屈自己 牺牲自己 你有想过自己的心有多疼吗 大概在某些情况下 连你的心都开始为你鸣不平 所以不要总是一味地忍耐和牺牲 推让或者包容 你总归有点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若觉得不能承受 那就结束 如果还能再原谅 也请你掂量清楚再做决定 不冲动 不盲目 但也不能委屈自己 缘分近了 其实征兆都是很明显的 只是有人喜欢再等等看 还有人愿意擦掉眼泪 继续伪装申请 但是人这一生 不能总活在面具下吧 你总该有一段时间 做真实的自己 即使很短暂 那也是发自心底里的快乐和通透 相处中 缘分近了 难逃三个迹象 一 没有一点点的快乐 相处在一起 只是一场折磨和伤害 第二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连厌恶和吵架都免了 这才是最后的征兆 第三 只谈论近前的分割 丝毫不再有情面的顾忌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人与人 一场缘 缘分如风 感情如云 风起时云涌 风夕时云落 感情如云居云散 缘分如风琢磨不地 可遇不可求 谈其云这一字 僧人说道 缘很悬殊 踏实缘分 也是解数 即使命中注定 以为再见难逃 就好比有的人 仅仅只是一面出界 却倍感亲切 有却相见很晚 而有的人即使相识依旧 仍无从侥幸 缘分的悬殊之处 人们实在难以琢磨 但可以肯定的是 能从亿万万人群中 出现在你的面前 那么这就绝非偶然 所有欲见 其实皆由因果可学 原来你我之间的相遇 早已由因缘月夜所注定 今生相遇 都是一场久别中逢 这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曾有人调研过 说人这一生 大概会遇见两千万人左右 如此推算下来 每两个人相遇的概率 也不过只有千万分之五 那么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会在茫茫人海中 相见相识呢 其实都是因缘而起 由于书生和大户人家的 见机护许终身 可未等书生上门提期 却发现协商人 早已驾驭他人 受此打击 书生一度并握不起 而此时恰访一位高僧 从旁路过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便决意点话书生一番 那高僧将一面筒 进放置书生面前 书生之间镜中 出现一幅画面 一具女士躺在沙滩旁边 起初路过一男子 只是瞧了一眼 便大步离去 而后没多久 又有一男子路过 见女士衣不遮体 语心不忍 便将身上衣物脱下 用来遮盖女士 随后也转身离去 最后来了第三个男子 该男子则是在旁挖坑 将女士好好安葬于坑中 并再三祷告 试索之后 再安心离去 书生见状不见 那丧人却微微解释道 镜中女士 是位施主心上人的浅室 而施主则是 那个脱下衣炮 为她盖住身体的人 前世你给予她遮议之情 她欠你的情意无法偿还 所以今生与你相遇 便用相恋一场来还 然而施主有所不知的是 她现在的丈夫 简直却是那个 安葬她的好信任 这等恩情更为深厚 所以转世之后 她才会用一生去报答 因此 一切皆由因果 相遇相劣 本位且是愿力业力为之 欠债还债 债金缘散 你还知做什么呢 文言 鼠声顿然觉悟 原来世间所有相遇和别离 皆有因果 强救不得 虽放下了心中之内 大病却愈也 虽然这是一则虚构的故事 但从中也说明 任何人之间 缘分深浅 其实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一切皆是缘起而聚 缘近而散 有些人注定 只能陪伴自己走一段路 从佛家来看 他们或为报恩 或为讨债 无论恶缘也好 善缘也罢 这些都是我们命中的定数 因此 花开花落是规律 缘来缘去 即安排 有缘之人 无需可求 他们自然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长久陪伴 而无缘之人 再如何眷恋奢求 也注定不能相伴一生 面对缘分的聚在离合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属于自己的 要万分珍惜 不属于自己的 也莫要痴迷纠缠 离开也好 陪伴也罢 不管结局如何 感恩欲见 不负不欠 便是最好 二 情出自愿 事过无会 不负欲解 不谈亏切 正如开篇所提一般 缘分二字 无尽藏生 自古以来有多少人 就是在缘分一物上摔了跟头 伤了心神 特别是在爱情的世界里 多少神仙眷虑 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 变成了痴难悦女 自己 因为不是谁都能够成为 我们一生中 最正确的那个人 有些人的存在 就是帮助自己成长的 不管自己生命中 遇到的是哪一种爱 哪一种缘 都值得自己全身心的投入 人生本来就没有相切 别人对自己付出 是因为别人喜欢 自己对别人付出 是因为自己甘愿 既然做出自己的决定 那么请出自愿 事过无悔 只要不服遇见就好 又何必再谈亏欠 满怀遗憾呢 因此 有些事 有些人 该放下是且放下 不要去留恋 不要去挽回 更不要去憎恶 真正聪明的人 就应该在远近之时 懂得让往事归零 然后重振旗鼓 整装戴发 这次以后 你我直接 不负欲见 不谈亏欠 放空自我 才能在这个随缘的世界 做一个真正的自在人 三 援起信空 所有遇见忠诚过客 只是迟早 人生道俗且长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见 各种各样的人 然而其中99%的人 都不过是我们生命中的 匆匆过客 这一切皆因缘起信空 都是自然规律 所以说 相逢只是意外 离别才是常态 认识到这一点 才不会被缘所困 方得觉悟 所谓缘起信空 是人生的真理 如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 乃至微主沙粒等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也都又将随着 因缘分散而灭 因此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一切现象有 都是缘起而有 因为缘起而有 因此 它的本性是空 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我们总说 你是我的爱人 父母 儿女 朋友 可到头来 还不都是变成了 你是我的过客 我是你的过客 只不过在某个特殊的时刻 在机缘巧合之下 让彼此之间取得了 共同焦点 让生命有了交际 但无论如何 二者间永远都只会相交 不会平静 和时分开 那也只不过是 时间长短的问题 夫妻相爱 也不排除感情魄力的可能 儿女长半身别 也终有成家离别的时候 再怎么孝顺父母 父母终有一日 也会和自己天人永隔 相遇之后不变的结局 就是分别 所以说 与其等到一切都成了定局 再来挥手 灭怀 悔恨 倒不如趁着夫妻 还恩爱有加 儿女还孝顺可人 父母依旧健康 朋友之间 还能把酒长谈之时 珍惜身边每一段 来之不易的缘分 每个人确实只是 我们生命中的过客 但同样 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我们无法预料 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但可以确保 今天依旧过得幸福 事实皆有因缘 从现在开始 还请大家善待 每一份缘分吧 毕竟 人生长短 不过数十载 转瞬即逝 我们唯有珍惜当下缘 放下过去缘 人生才能少一些遗憾 多一些幸福快乐 再次也祝愿各位余生 能够珍惜每一份遇见 感恩每一份相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